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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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何警官 我是夏美术 喂 喂 喂 我是夏美术 喂 听见了吗 听见几回话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喂 喂 喂 熊四海 四海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夏美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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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怎么是不在服务区 喂 喂 喂 何警林 我是夏美术 喂 喂 熊四海 熊四海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样 刚才还有人说话 现在也没有了 肯定出事了 不然电话不会被人接的 喂 喂 喂 糟了 这话才说电话关机了 要不手机被没收了 要不就是关机不敢开 现在是有两个人知道的情况 谁啊 如回来和方艳平 喂 喂 老罗 我是建峰 有个重要的情况想和你说一下 我们跟何警林 熊四海突然断了联系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赵捷放出来以后 一直没来上班 调查组 调查组所有活动全都背着我 他们好像怀疑我了 不过 从各种现象来看 他们似乎并没有掌握什么重要材料 放心吧 我这有什么情况 我会及时和您联系的 老罗 如果你得知何警林和熊四海的下落 有什么消息赶快告诉我们 好 就这样 老罗 已经坐了冷板凳 我看不是什么好照头 赵局长 我现在在夏制伟家里 我发现了重要情况 请你马上带人来 小方 你怎么来了 你刚才喝多了 我送你回来的 小方 你别走 你站住 我是没办法呀 小方 小方 你原谅我吧 我收了司马洛奇给我的轿车 我收了他给我的钱 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犯罪了 我什么都看到了 你不要再为自己无耻的行径和道德沦丧寻找任何借口了 我曾多次提醒你 可你就是听不尽 不是的 我爱你 小方 原谅我 原谅我吧 小方 晚了 你还是自己去找调查组 主动交代吧 站住 我站住 站住 我告诉你 我不会交代他 你也休想离开我们家 放开我 放开我 回来 把枪捧下 下主委 找不及 放下 小方 智伟 智伟 你这是干什么 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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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畜生 爸爸 别动 好 大家放心 子弹打在右臂上方 不会有什么危险 天亮前就会醒过来 好 刘局长 这是夏政委的交代材料 我建议拘留 龙剑峰和罗国梁 封锁东海市的一切交通要道 绝不能让司马洛奇溜走 好 龙剑峰 罗姑娘 你被拘留了 喂 喂 夏秘书 喂 喂 夏秘书 夏秘书 喂 喂 我找罗院长 什么 他被拘留了 龙一峰 这被拘留了 请 那边 都让开 行到里边 谁呀 你们找谁呀 回头 干什么 里边看看 回头 你们干什么 好 照顾人了吗 走 盯离华 去点 走 来 走点 你们来了 请坐吧 金市长 司马洛基和汪丽华今天上午 在开往上海的客轮上 被我们拘留了 他交代了全部事实 至此 有关犯罪嫌疑人 夏志伟龙建峰 罗国梁 何景林和熊四海 均被拘留 当事人梁广汉 也已经被公安局逮捕 祝贺你们 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赵局长 你说吧 我们先来核实一个问题 以市政府名义注册的城市改造办公室 淡水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谁 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是谁 这两个办公室 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负责人法人 统统是我 很好 从现在起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 我会全力配合 请放心 请到贵客室先休息一下 我整理一下东西 马上就跟你们谈 剥顗 好 桂宇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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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临时有个出差的任务 女儿回来以后 请你告诉她 爸爸为了我一个爱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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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接受中纪委和省委的决定 感谢组织上给我的机会 我接受审查 我接受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接受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来来来 打好了 我要一份 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入庭 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和审判员入庭 东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司马洛奇诈骗 刑惠贩毒一案继续开庭 传被告人 董平 董平 司马洛奇 汪丽华 夏志伟 龙建峰 熊四海 何景林 徐小刚 梁广汉 道庭 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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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起立 现在 宣判 司马洛奇 反行贿罪 贩毒罪 贷款诈骗罪 杀人罪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 六罪并罚 判决并执行死刑 没收其全部财产 龙建峰 反受贿罪 杀人罪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三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死刑 剥夺杀人罪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雄四海 犯 阻止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杀人罪 伤害罪 三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南国 下质为 夏至尾 犯 犯 受贿罪 杀人罪 滥用职权罪 三罪并罚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董平 反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归案后 认罪态度较好 退出全部赃款 两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汪丽华 反贷款诈骗罪 刑贿罪 教唆他人吸毒罪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 四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罗国梁 反受贿罪 泄露国家机密罪 两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 有期徒刑十六年 罚款五万元 梁广汉 反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念其回屋较早 主动交代揭发全部问题 退回全部赃款 对本案的调查起了重要作用 构成重大立功 具有法定减轻情结 两罪并罚 判处并执行 有期徒刑七年 徐小刚 反受贿罪 泄露国家机密罪 案发后 积极揭发检举他人犯罪 并退清全部赃款 依法重庆判处并执行 有期徒刑五年 词曲 李宗盛 杰島权 李宗盛 致 衍 制造 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